小胡子,我预算35万买车,家里人让我买宝马X3,我却喜欢林肯航海家,请问航海家这车怎么样?这辆车该如何选择,哪个质量更好? 我想问一下粉丝们和老铁,如果让你去选择,你会选择宝马X3呢?还是说林肯航海家呢?或者没有买过开过这辆口车的小伙伴,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给他个建议,帮助帮助他,谢谢。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,谢谢。 首先呢,他俩最大的差距就是啥呢?一台最低配的宝马X3,可以买一台最高配的2.0T版本的航海家了,那么如果你想加个两三万块钱,你还可以买到一个2.7T的航海家,那是个六缸机版本,并且他这个2.7T六缸机发动机是纯进口的,他有这个最大的区别。 再也就是宝马X3,他是一线豪华品牌,而这个林肯航海家呢,他也属于是一线豪华品牌,但是品牌影响力呢,他不如这个宝马。 但是这两台车的差距有多大,我们就详细分析一下,看看哪个性价比更高。 对比一下这两台车的三大件,驾驶感受哪个好? 先说一下,林肯的航海家,定位一个中型豪华美系的SUV,基于这个福特的CD4品牌打造的。 福特的瑞剑也是在出自于这个平台,那么他的整台车的车程强度呢,还是很高的。 A座B座啊,还有一些顶梁啊,车程的关键部位啊,都用上了这个1500兆帕的个热称型钢。 那什么概念呢?就是说一平方厘米的这个热称型钢,可以抵抗15吨,10吨以上的这个重量压制,可以说强度是非常好的。 这样呢,如果发生什么事故呢?那保证你的AB座不变形,车门能够打开,你能淘土出气。 如果强度不够呢,跟你家变形了,门就打不开了,AB座也变形了,对吧?就是这个意思。 那么有这个L2G这个辅助驾驶系统,全系都是5座。 并且呢,它这台车呢,有5成这个升线玻璃。 所以说在隔音方面呢,是达到了深海级别的一个精英。 那么有2.0T的四张级,还有2.7T的六张级版本。 那么除了最低配,是一个两驱版本,其余的都是十十四驱版本。 那么采用的是多片零刻器,中央插出去结构。 那我们对比2.0T,为啥呢?因为宝马这个X3,它只有2.0T,我们就对比2.0T。 售价呢,是32万到38万。搭载的是自家生产的横置的2.0T直奔乌仑价防空机。 匹配的是一个福特的8AT变速箱。 扭曲达到了390,马力是245。 这个动力的拉路组车呢,是绝对功用的。 走距达到了2800多毫米。 并且啊,悬挂前后都是独立悬挂,而且都用上了那个铝合金材质。 并且的副车架与这个下控制臂连接的地方呢,用的是液压升套。 非常不错,而且底盘的用料也是非常好的,包括这个防护这一块做点非常好。 那么液压升套有什么好处呢? 就是说你过减分半夜或者是走这个跌跋路段呢,它能够有效减轻那个震动。 普通的都是用线胶升套,这个和舒适度要差很多。 所以说液压升套呢,成本要高一些。 那我们再说一下宝马X3,同样定位这个中型豪华SUV,全系都是5座。 基于啊,CLAR平台大罩,和这个5系还有这个7系啊,是同平台。 所以说这个平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那车身的这个强度达到了1000兆帕以上。 并且整个车身呢,用成了铝合金,还有一些符合材质。 可以说整台车的强度上呢,并没有这个焊压那么硬,那么强。 全系古著,全系都是实施市区,也是采用的多片离格器中央擦出器。 现在城市的实施市区啊,都是采用这个多片离格器的这个中央擦出器结构。 完全能应付啊,这个城市道路。 它这个4G系统呢,是宝马自己研发的。 默认的是前后轮40比60的一个动力扭矩分配。 但是根据路面需要的时候呢,电脑还自动会分配这个前后轮的扭矩分配,动力分配。 还是非常不错的,很智能的。 但是遗憾的是顶配才有L2T这个辅助架的系统。 这个就不厚道了,是不是? 那游回完之后呢,是38万到47万,但是分地区不一样。 搭载一个重置的2.0T直奔无伦加防空机, 匹配一个重置的采埃属8AT变速箱。 那么它这个2.0T呢,分为低功率和高功率。 扭矩分配为300和350,马力分配为184和252。 所以说低功率和高功率,这马力和扭矩差很多啊。 当然了,低功率的184马力呢,开起来拉中这些能也够用。 如果对动力有要求,这么贵的车,就好像上个高功率它。 它为啥这么设置呢? 表面看啊,销售说了,我们有两个功率,感觉很人性化。 其实这是套路,想让你多花钱买高功率版本。 你想买低配的,只给你一个低功率的,少花钱,对吧? 所以说这是套路。 前双球结坦荒减生之术,后面是多灵感独立情况。 这个双球结坦荒减生之术,怎么理解呢? 它就是说,卖和训的一个生意版本,操控更好一点,输入度更好一点,就是。 并且这悬挂材质,一部分用作了铝合金材质,也不全都是。 这个铝合金的悬挂比例呢,并没有含而压那么多。 也是采用了这个液压称套,负车架与车身这个连接,负车架与这个控制臂连接的地方。 这个价位嘛,肯定是跟液压称套的。 那我们就对比一下这两台车发动机变动箱底边的悬挂,到底打得更好。 发动机而言呢,两台车都不差。 有人说,宝马的发动机用实现场会丢旧,这个是有发生的。 河海亚洲发动机200T呢,也是非常不错的,很好。 动力上呢,也都不错。 那么变速箱呢,一个是河海亚的福特摆体,一个是采埃福的摆体,肯定毋庸置疑,宝马的变速箱更好一些。 质量更耐用,而且平时都更好一些。 那么悬挂底盘呢,一个是前后,都是这俩车啊,一个是前麦夫妻,一个是后面独连杆,一个是前麦夫妻,一个是独连杆,一个是独连杆。 从这个悬挂来讲呢,表法更好一些,但是用料方面呢,还是,航海家更好一些,他用的铝黑金材质更多一些。 但是底盘防护这一块啊,还是这个,领导航海家做的更好一些。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,这两款车的驾驶感受,看看哪个更好。 这个宝马X3呢,需要加95号汽油,实际油耗子达到了9个到11个之间。 整台车呢,偏是一个操控运动啊,动力呢是很好,很够用的。 就是宝马的风格,既有操控感又运动。 它没有那种沉稳,高级感那没有,混乱还比较平顺。 发动机的声音呢,有的时候会拼大啊,底边调校呢,也是偏这个运动,偏操控。 扎实感也不错,隔音做的也还可以,中规中矩的水平,动力也是功用大。 那么比起这个航海压呢,它需要加92号汽油,就用上成本呢,稍微低一些,稍微就低一些。 但是油耗呢,要比宝马X3稍微高了一些,所以说两台车油耗就差不多少。 那么操控方面呢,它拼成本,大气,非常不错。 如果身材跟踏板,它有一种推背感。 偶尔江党的时候呢,有点顿处。 可以说操控这一块呢,它不如这个宝马X3。 它不要求这种动力,暴力驾驶。 它就是说,给你速速速速的,从A点,给你速到B点,以舒适为主。 特别是隔音静音,是你的宝马X3,你比不了的。 整台车的形神次感,要比这个宝马X3更加高级。 但是从做工来讲呢,还是宝马X3更加的细腻,平衡好一些。 这个航海家美系车嘛,就料很好,但是做工上呢,不那么细腻。 就是这样。 但是那个领寒海家呢,开的确实是不像宝马X3操控那么好,不那么灵活。 因为上次有一些笨种,但是整台车感觉是非常高级。 隔音做得特别好。 有高级感。 其实这两台车怎么讲,现在的德系车宝马嘛,优势已经不存在了。 可以说是性价比不高,因为吧,它现在减配很厉害。 有一个是奥迪。 所以说现在美系车像凯特拉克,林肯,他们都在增配,而且优惠率都还很大。 所以说这两台性价比高的呢,还是航海家满足你像你说舒适的要求。 如果品牌仰励呢,还是宝马更好一些。 敦装大气呢,外国还是说航海家更好。 那你没有开过或者买过这两个车的小伙伴,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 欢迎大家总发明的点赞,拜拜。 感谢观看